年过37岁的张伯芝带着两个儿子,不过他的颜值确实一点都没有下降,他的照片还是那么惊艳,在他与谢平峰离婚之后,他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一片空白,不过最近有媒体报道张伯芝再次恋爱,对方还是小鲜肉一美。 这位张伯芝的新男友就是1989年11月1日出生于中国台湾,台湾演员,主持人何孟怀,2016年,何孟怀拍摄了网络剧《人鱼的诱惑》,饰演何圣华一角,同年还参与了爱奇艺副巴西拍摄《真人秀血亲兄弟床里》,因何孟怀在节目上反应极快,效果非常好,出售综艺节目青睐,同年参与了乐视网女神的选择综艺节目录制, 并成为女神张伯芝在节目中最新一个男人,与张伯芝成为CEP共互海盗。 其实张伯芝和何孟怀还没有走到哪一步,这只是张伯芝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女神的选择而已。 其实在2012年张伯芝和谢平春离婚之后,她自己的感情生活基本上都是空白,她把自己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了自己的儿子上面。 之前总是有媒体说张伯芝很胖,但是她并没有让这种状态保持下去,她慢慢地找回了自己。 虽然张伯芝已经37岁了,但是她几比我们的经典形象确实抹不去的。 喜剧之王、白蓝等等的经典角色。 虽然张伯芝一心把心思放在儿子的身上,但是笑编觉得张伯芝可以给自己找一个依靠的。 毕竟她是个女人,也必要点来安慰。 不知道何孟怀有没有机会。